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确定于下周召开的国会下议院会议提成这个法案 一旦反跳槽法案获得国会上下议员通过 将于8月11日至26日期间提成给国家元首寻求预准 并预料于8月29日至9月2日之间在线报上颁布正式落实这项法案 沙巴农业及渔业不保证沙巴鸡蛋供应稳定及充足 部长杰斐李吉丁案指出 这是该部署下的沙巴受益局监督州内养鸡场 尤其主要带养鸡场所的结果 他说大多数农场向该局反映 他们对满足沙巴消费者的需求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沙巴鸡蛋供应及产量稳定 政府也实施了严厉的价格管控 死亡直播 一名男子骑摩托车载妻儿 途中妻子掏出手机做脸书直播 却在五分钟后发生车祸 妻子当场逼命 和丈夫及孩子应养两隔 直播的视频可以清楚听到一声撞击巨响 痛苦的呻吟声 急哭声 事后女死者的手机掉落在地上 镜头全程只拍向天空 这宗死亡车祸是在星期一下午 在古纳通往陡湖公路约10厘发生 事发时 一辆从陡湖方向开往古纳的宝藤休旅车 在上述地点因超车时撞上该辆正右转 并载着一家三口的摩托车 摩托车后座的女乘客被召获车辆碾过 当场逼命 男骑士被撞飞跌落路边手脚受伤 所幸七岁儿子仅头脸受伤 持续关注疫情 沙巴昨日激增241宗冠病确诊病例 写下近三个月半来新高记录 周内多达18个县区都有新增病例 沙巴冠病事务发言人马西迪指出 昨日新增病例较前天的177宗多出64宗 也是自今年4月1日的 270宗病例之后单日新高 亚币昨天出现106宗病例 周内有5区出现双位数确诊 另一则新闻 马来亚银行Maybank 意达分行招牌昨日突然掉落 砸中停泊在银行前方的车辆 索性没有伤及路人 这起意外是于昨日中午约12点半发生 几辆车子被招牌砸中 其中一辆轿车挡风玻璃当场破裂 警员之后也有到场调查 马来亚银行发布通告 指意达分行的招牌遭抢风吹至脱落 银行方面正与涉及的车主保持密切联系 以提供必要的援助并对所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赴台湾留学的大碧建国中学毕业生杨嘉诚 凭借毕业作品 金纳巴鲁山尊贵的死者之地漫画 荣获2022年国际漫画 校园大赛日系漫画部门奖 这部漫画也2015年神山地震作为故事背景 描写漫画主人公实现童年梦想的心路历程 凸显神山代表尊贵的死者之地的壮丽意涵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赛事官网点击完整漫画 沙巴青州为您报道